8月18号 2019赛期亚冠四分之一决赛 在天河体育中心正式打响 在现场数万球迷的欢呼呐喊中 大家看到恒大队员球衣上 首次出现了恒大骑车 以及恒驰的字眼 嘿没错 恒大新能源汽车品牌 恒驰就此横空出世了 恒大新能源汽车 恒驰 那你可能就要问了 为啥这款新能源汽车品牌叫恒驰呢 根据恒大官方的解释 恒驰 恒久远 持天下 恒 象征着恒久 积业长青 持代表着飞驰 勇往直前 所以说恒驰也就意味着 至曾很远 驰骋天下 想象一下离开着恒大的恒驰车 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公路上 这感觉不得美咋了 从去年宣布进进新能源汽车领域以来 恒大通过入股广汇集团 收购瑞典NIF 入主日本卡奈 牵手科尼赛克 收购荷兰E-Traction和英国Poting等一系列动作 解决了销售渠道 整车研发制造 当地打通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 形成了完美帝环 在过去两个月 恒大许老板更是奔赴德国、瑞典、英国、韩国 考察和拜访了当地著名车企 形成超4万公里 并达成了一系列合作 可以说 许老板用这4万公里的东升 为恒驰这个名字做了最好的助脚 13年和15年 恒大创历史的联络两次亚冠军 为国真功 而这次在亚冠比赛中亮相的恒驰汽车 也颠覆了向世界彰显中国制造 成为响应前修的中国民族进来的重大 恒大创车正式进入恒驰时间